大部分的工部门在处理浪浪尸体时 通常会将其与废弃物一起焚烧 为了使流浪动物也能有尊严的离开 2018年创办人小盛成立毛孩的彩虹天堂 与各地的礼仪公司合作 替过世的浪浪进行独立火化 陪伴浪浪走完人生的最后一路 民众通报给我们跟1999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其实是要等很久 可能要等三个小时 但我们通常接到系统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过去现场收了 所以其实只差在那个交通的时间 最后就是后续的处理 因为我现在了解的是 在地政府都是还是跟垃圾一起烧 但是我们是动物他们独立烧 然后再去撒帐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重不重的是 他们接下来未来是会在哪里 他们可能会撒帐还是会跟垃圾一起烧 差别在这里 我们碰到路上的状况 大部分都在路中间 那第一件事情是当事人的安全 如果当时车很多的话 就尽量自己安全回处嘛 那就是你是不是有 例如说用车可以挡在那边 然后先把动物先挡到旁边 挡到路旁边 不要让动物在儿子受伤害 再来就是 你可以把牌照下来 然后上传给我们 那或是可以找在地的理容师 去现场收这样子 那现场你可以怎么处理 找到报纸 或是一些塑胶袋 纸箱 可以进行包装 让他不要再有 异味出来 或是 流泻啊 这样子 然后再等到 接体人员到现场也可以 我觉得意外发生是 比较难以去避免的 但 发生之后 民众是不是可以去 停下来 然后去把这些 让让移到路边 然后进行通报 或是帮他注意后面的事情 这样子 因为 你发生意外之后 你放在那里 他还是会继续受伤 还是会继续被碾 再来就是 他放在那边 是不是会 继续更多的细菌 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那再来就是 你在开车前 是不是可以去 看看你车底 有没有其他动物啊 这个 这可能就是 一开始比较能预防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